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秒学Ruby系列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本节课我们所需要学习的内容 经过了类和模块的学习过后 我们现在开始学习运算符的相关知识 之前在基本数据类型里面 我们大概讲解了一下运算符的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点点点来表示范围 好,那点点点的真实面目是什么样呢 那就是范围运算符 那我们今天就来彻底的学习和了解运算符的相关知识 好,先来看一下本节的知识要点 本节的知识要点分作逻辑运算符 条件运算符,范围运算符和自定义符号 Ruby的强大就在于此 符号你不满意 没关系,你可以自定义 加号,减号都无所谓 都可以满意,都可以满意 同学们是否还记得 与运算符号,或运算 与运算,或运算 与运算,或运算 那有同学会问,那老师这个逻辑运算是把什么东西拿来算呢 它是算什么呢 那我们就要先看一下这两个概念 真还有假 什么为真,什么为假 那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假 在Ruby里面 在Ruby里面 当一个变量为Neal 或者Force的时候 它就为假 那什么情况下 它是真呢 不是Neal 且不是Force的时候 它就是真 经过这么一分析 同学们是不是很好判断了 当真与假 进行与运算的时候 很明显 它就等于假 我们只会说半真半假 当半真半假的时候 我们就认为它是 假 就是真 就是真才对 这就是或运算 好 那我们还是回Ruby环境里面 去看一下 Ruby中 它的真是怎样的真假 是怎样的一个假 这里 这是真正的真正的 把它们的真正的主意 就是 好 看 你 这么个人 就在那边 因为 我们尽量 条件运算符 它其实是一个很长的if else的一个简写 好,我先把它的形式给大家写出来看一下 这个空格非常重要 条件式后面跟问号之间有空格 问号跟第一个变量有空格 第一个变量跟冒号之间都有空格 如果没有空格的话是会报错的 报格式错误 所以希望同学们注意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好,条件运算式 它到底是怎样的运算式呢 它是一个简写 它分为这样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条件式 前面A大于B这一部分 它是作为一个判断存在的 它意思是如果为真 那么C就等于A 如果为假 C就等于B 它是不是很像一个很长的if else if A大于B C等于A L4 然后C等于B这样了 对,没错 它就是这样一个简写 然后我们在中端里面试一下 看一看 A等于4 B等于3 C就等于A大于B 问号 A冒号B 好 C就等于4 这个条件运算式 它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帮助大家简写 尽量少写代码 就是这样一个优势 好 这样一个形状 希望同学们记住了 我们来看下一个知识点 范围运算式 首先定一个字符串 Hello Ruby 然后用我们的范围 来截取这样一个字符串 在编程里面 数数都是从0开始的 预订队 哪一拳 这中频来要听 在Ruby中啊 符号也可以作为一个方法名 所以自定义符号 其实就是自定义一个方法名 然而呢 Ruby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我们在讲函数的时候讲过 我们可以 这样表示 要用加号这样一个方法 参数是2 但是我们同样也可以写作 这样 所以这样一个魔幻的表达方式 有时候就可以让我们 写出一个 看上去像加法运算这样一个的 表达式的形状 那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个案例 现在我们要定义一个叫 向量的类 Vector 然后向量之间它是可以相加相减的 我们就用加号或者减号来表示相加相减 那好 现在写这样一个类吧 在向量中 它有两个坐标 一个是 一个是 一个是Y 在初始化的时候 我们要求把这两个字传进来 我把这些复制 向量相加 那么就是 那么就是加号 传一个 Vector 向量之间相加 同时没有明白 它是生成一个 新的向量 然后这样一个新的向量 它的横坐标X 加上的是另外一个向量的X 同理 它的Y 也就加上了另外一个向量的Y 于是这样一个加法 我们就写好了 好 我们去运行一下 试一试 导入文件 然后让A等于第一个向量 B等于第二个向量 A加上B 生成了第三个向量 横坐标上加 重坐标上加 那好 我们用括号的方式 再调用它一下 也是没有问题的 符合我们之前的推测 到这里为止 自定义符号 就讲完了 下面是作业 希望同学们自己 根据这个Vector类 去补写一个减法 一个减号的方法 这是第一个作业 第二个作业是希望同学们 给4G内 拓展一个加法的运算 让它可以 自幅串 加数字 得到一个新的自幅串 好 本节内容就到此为止 谢谢同学们的收看 感谢观看